丙姐妹早晨 我是二位利全道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受苦节 今早分享的经文 马克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二节 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周 受难前所说的一个比喻 上文马克福音 记在耶稣进入圣殿之后 将里面做买卖的人赶出去 他敢做损害了宗教领袖们的经济利益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八至三十二节 记在耶稣讲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 代表大儿子的罪人 例如瑞利妓女可以进入天国 代表小儿子的宗教领袖反倒没得入 这个比喻再一次激怒他们 接着耶稣就讲了这个凶恶怨户的比喻 这个比喻里面每一个细节都有含义的 比喻中的葡萄园 是当时的听众所熟悉 代表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正如在《伊策阿书》五章七节 万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 他指望的是公平 谁知倒有报约 指望的是公义 谁知倒有冤性 比喻中的园主代表神 神一直很爱的胡以色列人 为他们预备的是最好 不是给他们一块烂地 而是先经过开狠 建造好篱笆 栽种好上等的葡萄树 画好压酒池 还建好一座守望楼 做好了这一切 才租给园户 园户的工作 轻松又有荣耀 他们只需要打理园子 收割葡萄 祭酒 除了按时交出一部分果实给园主之外 他们就可以坐享其成 真是一份顺功 比喻中的园户代表猶太的宗教领袖 伯仁代表神所差派的众先知 当园主差派伯仁去收取果子的时候 园户怎样代他们呢 竟然是嘔打 凌辱 杀害 旧约的历史见证 神在不同的年代 差派他又顺服又忠心的先知 去到以色列文中 提醒他们要离弃强暴不易 要结出公义公平的好果子 结果他们大部分都受到迫害 例如先知以利亚被追杀 耶利米被混在牢肉里面受尽折磨 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叹息地说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尝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猜遣到你们这女来的人 第六节 圆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 幕后又打发他去 以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这位爱子儿子就是耶稣基督 在末世 神打发神的独身爱子来到世间 仍然是给恶人有机会 希望他们能够尊敬神的儿子而悔改 所以耶稣降世目的不是来惩罚 驱逐这帮恶人 乃是要施行拯救 约恒福音三章十七节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 谁知这帮猿户彼此就这样说 这个是承受产业的 来啦我们杀了他 产业就可以归我们了 于是他们捉住儿子杀了他 将他丢在园外 耶稣说完这个比喻后的第三日 他就是被捉拿 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 在各个他山上被钉十字架 比喻的内容就这样 应验在耶稣身上 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做呢 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从历史看 园户是否真的除灭 园主是否真的除灭了园户呢 没有 满有慈悲怜悯的神 没有除灭犹太人 乃是为他们传留得救的机会 不过神将葡萄园 转给那些愿意谦卑阔改的外邦人 于是救恩先临到外邦人 但神的心意 以色列最终是要得救的 罗马书十一章 二十五至二十六节 就有这样的预言 耶稣又引用诗篇 一百一十八篇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来到说明自己 就是那个泥像所丢弃的石头 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最宝贵的防角石 因为耶稣的代死成就了救恩 耶稣的比喻很有智慧 他不用明讲 宗教领袖就能够意会 自己就是那些空残贪婪的缘户 抢夺了原本属于神的东西 企图来到取代神的地位 自己做生命的主人 他们看来好像没什么怕 不怕神 不怕审判 但原来他们是有什么怕的 十二之提及他们害怕百姓 由此我见百姓的拥戴 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因为能够满足他们的虚荣感 弟兄姊妹 我们的追求目标 和害怕的东西 原来是有关联的 当我们追求虚荣 就会害怕人的反对 恨神就会变得越来越硬心 甚至企图将神的东西 具为己有 最终走向毁灭 但是当我们以永耀神 为人生目标 就不怕得罪人 只怕得罪神 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这个比喻 让我们更深 认识到神对罪人无尽的 慈爱和忍耐 弟兄姊妹 神已经将最好的赐予我们 又猜派不同的使者提醒我们 愿我们把握机会 早日经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 同时我们都要认定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求主帮助我们 一心一意敬畏祂 怕那些应该怕的 因为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十四节 这样说 敬畏神 谨守祂的戒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 是恶 神都必审闻 我们同心祷告 慈悲仁爱的天父 我们向祢承认我们的过犯 我们曾经追求世界的虚荣 甚至将属神的事 具为己有 保尽到管家的职份 令你伤心 在祢有赦罪之恩 又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 求祢赦免我们的罪 赐给我们身心 身灵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彰显祢的荣耀 奉主名求 阿们